最近市面村出現了一款主打低卡又高鮮的麻辣零食 香港無論是辦公室是OL 或是學生過來都非常喜歡吃 不過房間也有不少的聲音 因為它一點都不健康 除了臘含量很高 魚材料在北米亞 所以今集我們會試探一下魔滬桑的成分 還用來幾款香港上的零食再做對比 看看哪款零食屬於零食的天花板 哪款又是魔鬼零食 你喜歡吃魔滬桑嗎 可以的 為什麼你喜歡吃茄 它那種辣好吃 這個 有沒有見過 沒有 沒有吃過 你有沒有吃過 吃過 吃過 我小朋友有買來吃 是嗎 經常吃嗎 都經常吃 那你自己就沒有吃過 我也有吃 很少吃零食 是 是 減肥 有些人說沒聽過 有些人說經常吃 既然是這樣 馬上開始今集去查這些 看看魔滬桑到底是什麼 有幾種口味 我們會根據包裝上面的營養標籤 納含量 和市面上的頭抽作為對比 看看一把魔滬桑到底等同幾多毫升的頭抽 除了魔滬桑 今次還找來幾款上機零食一起做平比 我們用鱿魚絲 薯片 紫菜 為了方便計算 數據將會用四寫五入的方式去估算 實測結果發現 四股食物中最高納的竟然是鱿魚絲 一包足足有2367毫克的納箱 等於成人一天的建議蝕取量 不過你是魔滬桑也不錯 吃一袋魔滬桑 等於成人一天三分之一建議蝕取量 所以無論是鱿魚絲還是魔滬桑 看起來不肥 但其實都有高納危機 到底高納食物有什麼害處呢 我們馬上找營養師拆解一下 GoGo 魔滬桑做完之後是沒有味的 你吃過護士 你有時去居酒屋 有時有一串串的 其實裡面有些叫舉樣的 其實是沒有味的 我們越沒有味的東西 我們就要加得越多的食鹽 豉油 蠔油 魚露 然後或者我們平時最簡單的 美晶 它令到味道美好一點 鹹鮮一點 是的 但這些全部都是有蠟的成分 但最重要的就是 美晶本身已經有蠟的成分 所以美晶已經有蠟 本身已經有蠟 而且有些食品添加者裡面 其實都會有一點蠟 所以基本上除了我們可觀的鹽份之外 其實一部分的食物添加者都會有蠟 所以它加上其他調味 譬如辣柚等等 豆瓣醬會令蠟的蠟 立刻升了很多 楊姐跟元素周期表有關 都是這些E字頭不知道什麼的元素來做 其實是的 這些都是我們平時會說合成的物體 但我看到網上很多人都說 因為現在很多小學生都喜歡吃 他們就說如果一天多吃三包 很快小學生就會洗腎 最簡單的就是 小學生就分不到 你告訴你什麼叫做酸酸 他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說 他們的情況是他們不知道的 你說一天多吃三包的話 其實你看一包蠟的蠟質 都已經很多了 是的 看到有600多毫克的 你想想一個正常男生 其實我們可以吃到的蠟含量 是2300個蠟的蠟 你想想一包仔 三分四分一左右 已經吃完一包 所以我們預期是 如果他不會再吃東西 那就OK了 但在情況下 最小朋友應該更加低 是不是建議 其實是會再少一些 那就會少於我們平時 通常我們會介乎在1500至2000個 真的超過了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腎也不會 沒有那麼Vergile 但在情況下 就會用完半世的健康 後半世就慢慢還 即是投資了 是的 所以有一些國家 好像澳洲 未必會被學校範圍 大概一個指令範圍 賣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但香港是沒有這個 暫時就沒有 慢慢的 慢慢會有 希望期待 會有的 是的 那如果是吃了高納食物 其實對我們本身人體 是有什麼影響 其實本身 納質是用來幫我們維持一些 我們叫做神經系統的工作 然後之後 我們平時說的電解質的穩定 或者出完汗之後補回來 是的 所以你有聽過一些人可能中水毒 喝很多水 就會令到我們納質的含量降到太低 會很容易引致我們突然的高低血壓 突然之間很累 突然之間人很冷 然後手腳沒有力 其實納就是用來調節我們的血壓 肌肉量和肌肉收縮的力度 很多時候如果太高納的話 就反過來 會很容易有我們平時說的高血壓 心肺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不斷口乾 所以如果很長時間接觸的話 就很容易會有心臟病 然後之後 中風會不會增加 也有機會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都要注意 還有另一個疑問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高食物 後面都有很多E字頭的添加劑 例如E621、E635 其實E的又是什麼呢 其實平時我們說的 香港的食物添加劑 其實我們的監管是比較嚴格的 我們有一個系列是可以使用的 譬如你會看到E415 那就是一些叫珍酬劑 它是用來令到 因為我們說的叫做模糊爽 其實裡面有不同的模糊粉 但其實模糊粉它本身會吸水 但問題是 你看一下它的質感 它好像一條啫喱一樣 很爽厚的 對 而且它是在任何溫度下都不會改變的 可能你會看到的就是平時 有些是啫喱 會溶的 會放在這裡 會溶溫會溶 然後有時候它會吸水 或者可能有不同的質感 所以有些廠家就會加了一樣東西 它是珍酬劑 或者我們叫做食物穩定劑 通常就是用E415 在模糊的食物下 它可以令到它更加穩定 它在哪裡來的呢 都是我們是一些植物的醉堂來的 所以平時可以在我們雪糕會找到的 很常見的 很常見的 蛋黃醬其實都會看到的 其實我們平時吃這麼少 蛋黃醬也有 雪糕是要維持它那個不要溶的情況 對 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一下就是雪糕車 擠完之後 軟雪糕 你都未拍完照就已經溶了 然後你平時可能買一些杯裝雪糕 其實你看到就拿回去回到家 而且都沒有入冰袋 都能保持到的 所以其實都有這個作用 咦 如果我平時買的雪糕 是比較爛熔的 會不會就是它加了 那些少許的珍酬劑呢 你要記住 我們有分硬雪糕和軟雪糕 硬的雪糕 它有交換的時間 即是蝦字頭那些 你想一下別人從美國到來 有什麼可能 所以裡面一定要有少許的 不過就在香港的情況下 食安中心都幫我們把關都 不用太敢收 那以你的角度看 你覺得魔護爽 其實是不是零食中裡面 最邪惡的一種呢 其實呢 任何零食 其實都在那個叫做 category之下 就都不能fuck大家 誰比較壞 因為呢 大家都 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叫得零食 就有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一定是不健康 而且是不可以長時間吃的 但是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說 因為始終它本身的食物 是沒有味道 它是比較容易 令到我們的蠟含量 會吸取多些 因為加了特別多的 為什麼就是不要吃米線呢 對 另一種的話 就是我們平時說的啫喱 就是明加沒有味道 就是它的糖含量多了 對 所以的話 其實有時候有些什麼 啫喱糖 這樣的話 這就是另一個問題 這也算是一個零食陷阱 大家覺得 啫喱和魔護 就是那樣 聽起來好像很健康 但實際上 可能令到它的添加 更加多也不奇怪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說 零食是OK的 但都是適可而止 其實descriptory food 是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不是可以不吃又不吃 是當我們吃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 purpose 好像小朋友考完數 100分 這樣吃 是合理的 是 辛苦完一天 可能做齊了它做的事情 之後吃的話是合理的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營養師 有時候不太喜歡 小朋友隨心吃呢 就是因為它不知道 這是什麼 控制不到 它是沒有這個 knowledge 是沒有責任去了解 所以情況下 它會以為它是食物 原來魔護爽立 含量這麼高 是因為魔護 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相對上 調味料就更加多了 是啊 零食可以吃 不過真的要適可而止 大家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實際影片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